西洛号常驻横须贺军港是驻日美军唯一一艘具备反导能力的巡洋舰 如果有人告诉你美国海军有一艘面包与水号反导巡洋舰 你是不是会觉得是玩笑 其实这并不只是 而是美国海军第七舰队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西洛号具备反导能力 也是驻日美军唯一一艘具备反导能力的巡洋舰 曾来华访问的外号 2015年开始亚当艾柯克 Adam Aycock出任西洛号舰长 此后的26个月该舰官兵开始被围棋 26个月的黑暗所笼罩 艾柯克采取非常极端的领导方式 在很适合期间 他除了名的经常用只给吃少量面包和喝少量水的方式 处罚低阶水兵 现在名声很丑的艾柯克 又艾柯克刚刚成为西洛号舰长时 就有一名水兵因为错过了宵禁时间 所以被他惩罚 三天的时间里 这名水兵被处罚只能吃少量面包和喝水冲击 另外有六名水兵因为错过了宵禁时间或未成年 21岁就喝酒 又被艾柯克以面包与水的方式来处罚 虽然这惩罚只是普遍在第一阶水兵身上 可是整个横须和海军基地都知道了西洛号的惩罚方式 顾给了他面包与水的外号导致该舰的士气低落 更有官兵在岸上的海军 PX超级市场卖东西时选择不戴上西洛号的棒球帽 就连基地内的出租车司机也知道面包与水的外号 西洛号曾经访问中国 周围052C驱逐渐引导他进港 这种惩罚在美军中是非常罕见的 因为美国海军在现代已经很少有舰长会使用这种方式来惩罚官兵 目前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担任研究员的艾柯克 拒绝就此做出任何回应 因此西洛舰上的官兵除了要面对外界的压力 舰上整个内部也人心惶惶 害怕会受到这种惩罚 因为即使官兵只是犯了很维系的错误 他们也得上舰桥 接受面包与水的惩罚 很多官兵都指出对指挥 曾的不信任是一个大问题 可是其他军官也没有办法制止艾柯克的行为 他们没敢抗议 而且军官的压力比水兵还要高 西洛号发射标准副三导弹进行反导试验 官兵反应其状态并不妥善 更令人惊奇的是 作为一名舰长 艾柯克竟然谎报西洛号的战备状态给第七舰队 据一名水兵透露 舰上的宙斯顿系统和AN-8E雷达并非100%运作正常 作为一艘反导巡洋舰的舰长 不报告舰上系统的事情给上级长官 对整个西太平洋的实战部数有多大影响 大家可想而知 一旦西洛号要执行反导任务 可是舰上系统因为舰长黄暴战备状态 而导致反导系统不能够正常发挥作用时 会发生十一事情呢 在最近进行的一份问卷调查中 舰上官邻的消极心态显露无遗 最后我们就来感受一下